前面所介绍的物质运输都是指可以直接跨过脂双层的膜 或者是透过蛋白质孔道做运输的 那些都是叫做小分子 如果今天的分子比较大 它没有办法直接穿过膜 或是透过蛋白质协助来办法运输的 我们就归类为大分子物质 那这些物质也是得进出细胞膜啊 那我们怎么运输这些大分子物质呢 好以上这些大分子物质再分为 你是普通的大分子 你呢比如说你是蛋白质 或是你是多糖类 你分子很大 无法穿过蛋白质孔道进来 可是你怎么说都是分子这个阶层 你是可以溶于水的 因为你只是个比较大型的分子嘛 是溶于水的 所以这群分子呢叫做液态分子 既然溶于水的你就属于液态的状态 但是有另外一群呢 是真的很大的大分子 它根本已经不是分子了 它是胞气 甚至是个体 例如是一只细菌 一只病毒 或是某个细胞破掉的碎片 这个时候这种大大的东西 它就不能叫做大分子而已 它要叫做颗粒性物质 那你就没有办法溶于水 你就是固体 叫做颗粒性的固体 或颗粒性的物质 所以其实所谓的大分子运输 它可以分为普通的大分子 跟超级大 变成颗粒状的分子 那如果今天你是普通大分子 溶于水层液态 你可以透过包饮作用 或受体媒介包吞 这两种方式来运输 那如果今天你是很大的颗粒 是固体的话 你就得透过吞噬作用 才能进入细胞 那这些物质到底怎么通过 以上所讲的这种方式做运输呢 我们就用这个表格来做说明 如果你今天是大的固体分子 所谓的颗粒 固体颗粒 你就必须透过吞噬作用 而这个吞噬作用 你们其实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动作 这个名词 我们以前在讲 那个第二道防线 就是专系免疫的第二道防线 吞噬性的细胞 可以吞噬外来的细菌病毒病原体等 那个吞噬 就是今天讲这个吞噬 就是呢 我的细胞看那个大颗粒 我把它吃进来 是透过我生出尾足 然后尾足把它包起来 吃下去之后 形成石泡 石泡再跟龙体混合在一起 利用龙体的水解煤 把它分解掉 这就是吞噬作用 吞噬作用是吞大颗粒的 但如果今天你是液态的小分子 液态 然后这个分子呢 虽然比较小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穿过膜叫液态分子 我就透过 它是龙鱼水嘛 所以我画小小的 你只要细胞膜向内凹陷 就可以把它吃进来了 这个动作叫包饮 你们看吞噬跟包饮 这个两个中国名字 就大概可以了解它的那个程度 吞噬是生出尾足 很大动作把你吞进来 叫吞噬 那包饮呢 就是小开你的樱桃小嘴 把液态分子这样吃进来 所以它动作比较小 它的对象也是比较小一点的分子 好 这叫包饮 好 那颗粒状的固体 跟液态的比较大 就是比较小一点的大分子 我通过包饮跟吞噬就搞定啦 为什么还有第三种 叫做受体媒介包吞呢 好 那先讲第一个 为什么叫包吞 因为这些大分子物质 被吃到细胞里的动作 都叫做包吞 细胞吞的东西 不论是大的颗粒固体 或是小的液态分子 都叫做包吞 或叫内吞 那这个动作叫受体媒介包吞 它是包吞的一种 但它透过受体做媒介 主要是为了克服上面两种 不论是吞噬作用 还是包饮作用的缺点 吞噬作用伸出尾足 我把你吞进来 包饮作用 我上个小嘴把你喝进来 不论是大口吃 还是小口喝 你都会发现说 我吞的对象 不一定有作用性 你会不小心吞到 你不想吞的东西 就像你张大嘴 吞噬你手上的汉堡 你可能会咬到自己的手指头 你先张小嘴去喝 一杯小杯的奶茶 结果上面有一只果蝇 你不小心把果蝇喝了 也就是说这两种方式 是没有作用性的 你喝了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 闭着眼睛乱张嘴乱喝 所以生物为了觉得 这样效率不高 好吧 我演化出新办法 我在西伯伯上面 演化出受体 受体就有作用性了 一旦呢 我的附近的体液 出现了那个物质 那个物质就连上 我这个受体 此时我这个受体 才内凹 把我抓住的物质 吃进来 这时候专一性 不就大很多了吗 像这种包吞 是透过受体媒介的 就叫受体媒介型包吞 我透过受体 把伤性吞进来 叫受体媒介包吞 它的专一性就强很多 好 那所以我们的包吞作用 有大颗粒固体的吞噬作用 小一点的分子 溶于水的液态 包饮 跟受体媒介包吞 好 那你知道它的过程之后 我们来看例子 吞噬作用 我们才学到说 免疫系统第二道防线 吞噬性的细胞型 吞噬作用 吞入细菌或病原体 或其他的抗原 那变形虫 生出尾足 吞它的食物 超越虫 形成实泡 这也是学过的 可是第三个呢 我们耳后在 那个植物那边会提到 植物的根毛 也会生出尾足 吞下一种细菌 叫做根流菌 它吞根流菌 不是为了吃它 是为了跟它共生 吞牛菌 根流菌也乐于被吞 吃进来之后呢 植物的根和根流菌 会形成膨大的构造 叫根流 这个之后 我们在植物 吸收无脊炎 那个章节 会提到的 它是故意的 所以植物也会吞噬 好 接下来呢 受体媒介包吞的例子有 我们动物要吃胆固醇 可是胆固醇 在学医中 绝对不是胆固醇的状态 胆固醇是脂质 会存在于血液中 因为脂质浓于油 你的血液是水 油跟水是不互融的 非极性跟基因分子不能互融 所以你的血液中 如果有脂质 它必须跟蛋白质 形成脂蛋白 你们学过的脂蛋白 就是乳米小球 绒毛上绵细胞 吸收甘油脂肪酸 先形成三酸甘油脂 再跟蛋白质结合 形成乳米小球 此时这个乳米小球 才可以带着脂质 在血液或是淋巴液中运输 因为血液跟淋巴液 都是水龙液 所以你身体体液中的脂质 都要形成脂蛋白 它的概念 跟你们国中所学到的 造化作用 你们记得造化吗 这是你的造化作用 什么是造化作用 就是我形成一个分子 它一端是可以跟水作用 一端可以跟油作用 我们一般叫它界面活性剂 它可以一端 分子一端跟水作用 是所谓的极性分子 分子一端是非极性端 它可以跟油作用 那蛋白质也是这样子 有些蛋白质的氨金酸是脂溶性的 有些蛋白质 某些氨金酸是水溶性的 那这个蛋白质可以一手抓住脂质 一手抓住水 不就帮助脂质连着我 我又抓着水 帮助脂质因为我而浓于水吗 这就叫界面活性剂 所以你的学艺中 或是你的淋巴艺中 运输脂质一定要形成脂蛋白 而脂蛋白是很大的颗粒 很大的 应该说很大的分子 它是浓于水的 很大的分子 就透过受体梅列包 一抓到它就把它吃进来 你就得到这些你所需要的脂质 另外呢人体有些激素 也透过这种方法 被吃到细胞内进行反应 好不过你们看下一点 植物细胞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受体梅界包吞 为什么植物没有 其实原因很单纯简单 因为植物有细胞壁 细胞壁的缝隙其实不大 所以其实植物是没有办法 吸收大颗粒的 因为你的细胞膜在里面 好不好生出受体来 可是那些颗粒根本进不来啊 因为有细胞壁挡着 所以植物的细胞膜 其实很少运输所谓的大颗粒的 没办法因为被挡住了 可是我才刚讲完 根毛吸收那个吃了什么根硫菌 根硫菌更大耶 根硫菌是细菌 是个个体是个生物耶 那怎么矛盾呢 其实没有 一般的植物细胞细胞壁 会阻挡大颗粒进不来 所以植物的细胞膜 无法接收大颗粒 可是根毛为了吃到根硫菌 它在某个时候 会把细胞壁溶解掉 它的细胞膜就可以生出维族 把根硫菌吃掉 吃完之后再形成新的细胞壁 所以生命总是会找到出入的 好那这是受体媒介包吞的一个例子 另外我们的包饮作用 就是我们细胞 比如说软啊 肠面细胞吸收养分 有时候会凹陷 而喝下了水溶性的这个大分子 好那理论上到这里 我把包吞作用的三个例子讲完了 大的颗粒固体 用吞氏 小的大分子融入水是液态 叫包饮 那专性高一点 请用受体媒介包吞 不过这边呢 我要补充受体媒介包吞的 第四个例子 我写在这里 就是你的小肠 婴儿的小肠 吸收母乳中的抗体 母乳中的抗体 我们当时在那个高一讲 基督生物讲免疫系统的时候 不是说免疫有关为 主动免疫跟被动免疫吗 主动免疫就是你自己产生 被动免疫是别人产生 我们举的例子有两个 抗毒舌血清 是马儿产生的 你把他来打你体内 来救你 另外一个例子是 婴儿喝母乳 母乳中的抗体被小婴儿吸收 而增加婴儿的抵抗力 所以其实新生儿前三个月 都是靠母乳中的抗体 来保护这个婴儿的 他那时候还没有 第三道防线的免疫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才会推 大家要尽量喂母乳 因为为了小孩子的免疫力 为他的健康着想 那就有人纳闷了 对啦 我们妈妈会产生抗体 在母乳中给小孩喝 增加她的免疫能力 牛妈妈不会吗 牛妈妈的乳之中 也有抗体 给小牛免疫能力啊 猪妈妈也会啊 牛妈妈也会啊 全世界的妈妈都一样 都是有母爱的 那为什么我只能喝 我妈妈的奶 为什么不能喝牛奶 都得到抗体 对啊 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 会问过或被人家提过 这边可以解答了 我今天不要用奶粉 因为奶粉的抗体 可能因为神经加热过程 它变形 我喝新鲜牛乳呢 新鲜猪奶呢 我家养狗狗 我狗狗刚刚也怀孕 我喝的是新鲜狗奶呢 虽然量可能不够多 但是我一样喝的是新鲜的啊 里面一样有抗体啊 为什么不能给我小朋友 给我小婴儿免疫能力呢 大家答案出来了 因为我们小婴儿小肠 吸收妈妈的抗体 是透过瘦体媒介保存的 你的小肠瘦体 只抓人类的抗体 专一性 如果他在消化道中 看到别的生物的抗体 他会认为是一般的蛋白质 直接分解掉 根本不会吸收 好 所以我们的这个瘦体 只侦测人的抗体 我说的是人的抗体 没有说是你妈妈的抗体 所以你今天喝的是 别的妈妈的母乳 也有免疫能力的 你只要喝的是人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有奶妈制度吗 现在社会也有 有些妈妈 乳汁量很多 都让他小孩喝到撑 都喝不完 怎么办 冰箱打开 好多罐 用桶子装 都喝不完 然后每天还在产生 那这些妈妈怎么处理这些母乳 有些会拿来做菜 有些人来做肥皂 那没有办法煮注意到 又倒掉了 又坏了 好浪费对不对 你可以提供给那个妈妈 她可能因为上班 或是因为她母乳不够 她的小孩可以喝 所以现在有些网站或一些机构 会做母乳的交换 不要浪费 都是资源 对不对 那这个母乳的提倡 也是最近比较盛行 我小时候 妈妈如果生完小孩之后 月子一做完 可能会去医疗院守打退奶针 因为她要上班 我要上班怎么办 妈妈喂母乳呢 就宁愿喂牛奶 那现在政府在推 大家也比较有这个概念 我们要对妈妈好一点 所以很多的公司行号 院那个一些机构 都要设鸡 补鸡乳室 我们学校就有 就是你是妈妈 你虽然生了小孩 你回来上班的时候 你依然可以 时间到了去挤一挤 然后放到瓶子面 放冰箱 回家之后 只要加热小孩就可以喝了 你没有办法轻胃 你可以平胃 只要喝到母乳就好了 那免疫力就会比较好 所以现在在推 所以很多单位都会有 挤补鸡乳 以上是包吞 那既然有int 那不是应该有out吗 我会吃东西进来 我也想吐东西出去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 大颗粒的分子 或是大分子 想要从细胞内 吐到细胞外 那叫包吐 那作用一定是 通过高基尸体 这个泡泡制造机 它会形成囊泡 把这些大分子包起来 而这小囊 就会向前移动 跟磨融合 把里面的物质吐出去 我之前在讲内磨系统的时候 我在讲 蛋白质的金属高低尸体 生大命运 磨外磨上龙体 那个磨外 我就是写包吐 就这个包吐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植物要形成细胞壁 它是利用包吐 把纤维素分辨到细胞外 再用酵素 把纤维素组装成细胞壁 植物的叶子 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蜡植 那个蜡植是角质层 也是通过包吐 最终出出去的 那花蜜也是 还有植物的根尖分辨黏多糖 也是用薄土 那植物的根尖干嘛 要分辨黏多糖 黏多糖就是黏液 大家复习一下 植物的根 种切 最靠远端的 叫做根罐 根罐是有黏液的 不然它在土壤里面砖 会磨坏掉 虽然根罐是保护伸张点 没有错 可是你还是要保护下根罐 不然它一往前推 就被沙子土磨坏了 所以根罐是有黏液的 来润滑之用 是透过包吐作用 好 以上文字 我们就把包吞包吐介绍完 而包吞包含三种 吞噬 包饮 受体媒介包吞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照片跟图片 来做对照 这是吞噬作用 生出大尾足形成石炮 例如变形虫生出尾足 吞了一只 是不是比自己身体还要大的 一只杆菌 吞了它 或是一只其他的原生动物 这是吞噬 包饮就凹进来 小喝一口 小酌一口 受体媒介包吞就透过受体 抓到之后往内吞 像这边的电线照片 这一颗颗粒是子蛋白 我这边有很多受体 好 子蛋白吃进来 吃好几个了 就这样吃进来 这个专性比较高 这叫受体媒介包吞 好 以上我们就把包吞跟包饮 就用表格及图形 就介绍到这里 以上是大分子运输的方式